装甲核心系列无意在三代达到了一个巅峰 卖了80万套 但是之后就陷入了怪圈 想让足步下跌 最终去30万左右的稳定成绩 至于装甲核心6 瓜哥是非常有信心能再创辉煌的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 今天我们就继续整个系列的故事说下去 2014年3月 N系的第一款作品 装甲核心连接在PSI上如意而至 自从上一作中 AI被毁灭已经过去了数十年 世界并没有如AI所预料的那样 因为人类的贪念所灭 反而迸发出金能的火力 地面上再也见不到往日末日般的情形 到处都是气势旁边的现代建筑 但是在几十年高速发展后 潜在的危机已经显现 因为资源短缺和未开发土地的日益减少 企业之间开始对现存区域名增暗斗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家位于边远地区的小企业 突然发掘了一处灾情文明的地下遗迹 其实这是前世的军事基地 里面有大量旧时代人工爱的作战兵器 他们其实已经不封敌我了 一旦激活将给人类带来毁灭生的灾难 结果消息还是走罗了一半 为啥说是一半呢 因为大家都以为里面有啥重要科技和资源 纷纷过来争夺 小企业虽然拼死反抗 但还是双拳难敌四手 一边喊着亚眉带 一边放出旧时代的战争机器 准备来个同归于尽 眼看事情搞大了受不了场后 大前门又找来了杜鸭门来救场 哪怕号称历代最强的杜鸭门 应对这些前进的战争机器时 仍然损失惨重 最终只剩下最后的22人 被世人称为最后的佣兵 本周的革新之处 在首次对于PSI双摇杆 重新设计的操作方式 并采用了双DVD内容制作 一张是游戏本体内容 另一张是系列以往经典人物的重制 可以说是非常的扬心 但是本周的评价并不是太高 主要问题是在另一处设定 大幅调整后的机体发热系统 导致玩家们的机体动不动就发热过来 不能动弹 因此当时的玩家送了一个 热量管理模拟器的称号来嘲讽他 当然了 虽说有所争议 但是该作还是做出了众多的革新 在NPC上的塑造也有不小的进步 204年10月发售的装甲核心九球破坏者 你们看发售日期就知道了 其性质差不多就是上一作的DLC 玩家可以在初期就使用全部的部件 去完成指定的各种训练 以击败终极AI兵器九球破坏者 争夺最强的度压称号为目标 本周作为前段性质的作品 却没有任何祖先剧情 只能算是交代了上一作中 杜亚梦为什么号称最强了 因为都是本作中一个个磨练出来的 共计150个任务 只要活下来菜鸡都成高手了 接下来是2005年8月发售的 装甲核心最后的零兵 剧情线紧跟装甲核心连接 在付出了无数战事的牺牲 和杜亚梦几乎全面的城中代价后 旧时代的兵器暂时陷入沉睡 大部分的企业和权力机构 在战火中消失残尽 剩余的人们破天荒的联合起来 组成了联合管理机构同盟会 但有一人对这所谓的同盟会嗤之以鼻 那就是前杜亚管理机构 压制方舟的高层杰克 他知道旧时代的战争机器 将在不久之后卷土重来 凭借目前这帮一盘散沙的同盟会 是不可能抵挡得住 于是他集结了新的武装集团 意图以武力强行建立一个 完全遵守杜亚规则的新世界 用来在线战前杜亚的黄金年代 那几年不正流行一部很火的美剧 叫24小时吗 估计制作人是他的粉丝 所以我们的游戏时间 就是从6点到46点 分为24小时 每个任务都会流逝一定的时间 24小时后 旧世界的毁灭军团将会苏醒 此时世界只好把希望 再次寄托于 无数次拯救世界的杜亚身上 然而经过上次大战后 杜亚只剩下最后的22人 游戏共计75个任务 总计6个结局 在当时属于非常具有创业的设定 系统上基本采用了前两座的设定 唯一的变化就有安置在外部的部件 也和武器一样有了耐久度 一旦破坏部件同样无法使用 在这期间 Front Software还曾于2005年3月 在PSP上推出过一部装甲核心 方程式前期的外转性的作品 本集的剧情是另一个平行宇宙 不同于前两个 这座地球啥都没有发生 大家安居乐业 是一个相当和谐安宁的次元 那里的人们和现实中的人们一样 非常热衷于体育比赛活动 机甲之间的战斗成了人类最火烈的竞技项目 该比赛采用了如下规则 1.每家参赛企业只允许派遣一组选手参赛 2.每组选手限定有五台集体组成 3.每组五台集体间的部件不得重复装备 4.参赛过程完全由事先编程的AI控制 不得有人类在幕后即时调整 所以本作不再是动作设计游戏了 而是变成了足球经理类模拟策略游戏 之后针对国际版 推出过手动控制的版本 但是反响也一般般 NC的几部作品 总体还说是制作主在系列销量 日渐凋零求变的产物 也是系列一次大的革新期 但只能说结果并没有如人意 丝毫没有指出销量下滑的颓势 所以2006年进入PS3和Xbox360高清时代的 装甲核心4 又一次进行了大面积的革新 制作人也换成了我们的老熟人 东秦高 当然那时他还是出出毛路的菜鸟 是首次担任游戏制作人 当年神之力直接提拔录制才两年的宫秦高 担任装甲核心4制作人时 在社内也引发过争议 虽然装甲核心4的销量和口碑都很一般 但神之力却一直在背后力挺他 这才有了恶魔之魂后 邪魅一笑的宫秦老贼 本作除了机能换代带来的画面大幅进化外 连操作方式和手感都和旧系列完全剥离 变得更加易上手和爽快 与此同时去调了众多老装甲核心 错综复杂的立体化迷宫 开始单量使用广阔的地面设计 任务也变得更加单一 就是消灭 界面 毁灭 三面方针 主打的就是爽快感和战斗火爆的大场面 也让很多人从以往繁杂的操作速度中解脱了出来 剧情世界观上老贼进行了重新推翻 又又又弄了个脾气宇宙 而且老贼的恶趣味在当年已经显现 搞了个更加凄惨无比的世界观 人口爆炸 长期的食物和能源短缺 将这个世界再度推上毁灭的边缘 一座接一座的城市被战火所毁 所有的道德准则已经荡来无存 人类只信仰力量 这是由六家军工企业联合成立的新联盟 他们建立不是为了组织正义 而是为了消灭世界上胜利的国家 来进行更加惨无人道的统治 这场一边倒的战争被称为灭国战争 他们凭借基础革命 设计出新机体NextAC 仅仅靠着30台新AC 不到一个月就全灭了其他国家 世界第一次被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了 大陆虽然从归和平 但是民众的日子并没有改善 这个社会没有商品交易 没有阶级流通 只有无休止的劳动 换取勉强货的食物和减多的住所 而只有一小部分人是自由的 他们自称肚压 当地的人们也叫他们山猫 他们都在等待一个反抗的机会 而五年后这个机会来了 企业内部发生了分歧 不久后爆发了内战 是能称为林克斯战争 表面上林克斯战争是企业间的内部争斗 而其背后实际是对于小岛科技的争夺 而小岛科技对于小岛利子的广泛使用 以及对于人类精神力研究的成果和其他先进技术 足以颠覆整个机甲世界 而整个林克战争 虽然让受到压迫的民众得到解放 但战争造成的小岛利子扩散 使得地球表面受到严重污染 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于是人类又一次将目光瞄准了广困的天空 这就是下一周的故事了 2008年12月 同样有宫崎高操刀的装甲核心答案 因缘而生 本着重宫宫崎高对高速和爽和感的追求 更加极端和变本加厉 更低的难度 更加唯美的机体设计 炫酷的超大型敌人 从中可以看出 风气高想通过单纯的游戏乐趣来吸引玩家入坑 给过于硬核的装甲核心转换下思路 然而一心造福玩家的小贼 完全不如一心刁难玩家的老贼得能心 所以媒体和玩家对本周的评价都比较一般 知名游戏媒体Gain Informer 甚至只给出了63分 评价装甲核心答案 只适合多人游玩或者根本不玩 不过也正常 装甲核心系列一直处于既不较好 也不较多的作品 MC评分瓜哥梅记者的话 在六代出来前最高的92代的78分 如此喜欢DIY机甲的受众 仅仅单纯是为了体验战斗剧的 往往会失望而归 毕竟这系列有着调食机甲一小时 战斗一分钟的美誉 非常挑人 况且本作确实有不少可举之处 比如首次加入了建筑破坏系统 并支持两能PVE和八能PVP 这种连六代都汉颜的联机功能 剧情上本作讲述了 Links战争结束后了十年 因为地面被污染了 人类在地球大启程七千米的高层 搭建了众多空中摇篮 每个摇篮能农亚2000万人口 上面设有各种娱乐和生活设施 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住在这种空中棺材的 他们也想移民其他星球 只是有个难题一直限制着他们 早在灭国战争之前 大家就开始研究地外移民计划了 但是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 当时参与宇宙开发的企业 并不希望有人能参与进来分走一杯羹 于是他们在离地面9500米的卫星轨道 安置了大量的自律武器 但是经过灭国战争 Links战争后 人类突然发觉 控制他们的基础遗失了 所以现在这帮玩意变得六听不论 谁赖就干谁 因此空中棺材也成了无奈之举 这时Links战争中 幸存者一号杜鸭站了出来 组建了拥有1600名战斗人员的渔者团 随着组织的日益壮大 渔者团开始向各家企业发起挑战 本作共设计了六个分支三种结局 比如在大屠杀结局中 多个空中摇篮被渔者团击毁 人类死亡一亿以上 成了名副其实的空中棺材 最终渔者团获得了足够的能量 启动了最终武器 卫星轨道扫荡炮 消灭了卫星轨道上的自律武器 打开了人类通往太空和未来的道路 尽管这期间造就了无数杀孽 牺牲了众多同伴 但渔者团不在乎世人对他们的看法 无视近在咫尺的悬崖 为了至高的精神理想 此成就义完成了这本不可能实现的伪业 开发完两作《壮甲核心》后 龚琴高拍拍屁股跑去古岛恶魔之魂去了 续作巨石交还系列老牌制作人 郭岛俊文丹人 换回老祖宠的《壮甲核心5》 于2012年1月与广大玩家们见面 本作郭岛俊文又推翻了 龚琴高创立的世界观 又又又又搞了个第五平行引寿 人类生活在连名字都被遗忘的城市里 管理者把人名分成了四个等级 最低级的是只配生活在地底的贱民 格比亚三肯定会听起来很耳熟 而这个管理者就是各地方的独裁者 而有一天他的一个新妇因为得罪他 也被贬为贱民赶到地下生活 最后就是前新妇带领弟弟的反抗老板的故事 而我们的主角一开始也是为独裁者打工的 之后慢慢的辞职干起来个体户 接了不少骑君的工作 从而尽量地解开独裁者背后的真相 原来这家伙只是一个傀儡 而控制他的企业棋背后是一个个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数字生命体 而我们的主角就是因为太强 引起这些数字生命体的忌惮 这些数字生命体虽然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但是仍然保留着人类的贪念和欲望 向往成为掌控一切的神 而我们的主角由于不可控 所以就演变成葫芦啊 舅爷爷一个个来送啊 本多的机体普遍迷你化 对比其他次元里动作十多米以上的设定 五代的AC级五米左右 而且打法相比老作品也有了颠覆性的设定 最佳了一种叫Over the Weapon的上部武装 以往装甲核心打法概括下来就是相互回避 慢慢磨对方的血 而这好家伙主导的就是一发入魂 但是其缺点就是蹦中 命中率低 所以熔路环境偷袭别人成了一种重要的战术手段 这也可能是本作机甲迷你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在制作了这么多代装甲核心后 郭导军盟也想做一款不单的是玩家使起来的AC游戏 更是自己爱玩的 所以有点放飞自我 加入了很多自己中意的元素 除了机甲缩小外 还因为受到了2006年 FromSoftware和世家合作开发的网络游戏 核心链拳的影响 非常偏重于网络在线模式的设计 支持五对五的团战 并且在机甲设定上也有借鉴核心链拳 开始不再局限于能性构造的约束 更偏向现实军武风格 所以本作的标题不再是用阿拉伯数字5来代替 用的是罗马数字1 欲业就是为了新生 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过于追求在线模式的体验 导致忽视了单机模式的内容丰富度 而糟糕的网络连机质量 又同样没法发挥五代的所长 导致孤岛俊文 一下子同时得罪了PVP和PVE用户 这档游戏在刚发售时的口碑评价不是太好 造成了该作尽管在手中卖了16万的情况下 后劲明显不足 仍然没有超过系列平均水平 而考虑到本作有着系列最强C级水准 和最精良的机甲7级刻画 其这座成本应该是远超了前几座 估计是赚不到啥钱了 不然老贼上台后也不过雪长盖起来这么久了 之后就是发售于2013年9月 悲情自带官方中的装甲核心5审判日 为啥说是悲情呢 因为你们看看装甲核心6的发售时间就知道了 这失业之后足足够被雪藏了十年之久 而且郭岛俊文在开发完本作后没几个月 Frontsoftware被脚川集团合并 龚青高出任社长 少了酷爱机甲文化的前社长支持 郭岛也决定离开Frontsoftware 投奔Square Alex去了 本作的故事件是前作的几百年后 事件已被三大势力刮分 而我们作为个体户就是接活赚钱买零件 和上一作同样的理由 因为太强让到数字生命体的忌惮 开始纷纷来追杀主角 而且因为上一作的黑鸟事件的影响 几百年后他们更加极端 只要出现人类强者就要灭杀于摇篮中 他们的脑子已经把人类等于麻烦花等号了 而前作中的城市 就这些数字生命体管理人类的试验场 本作虽然还是主打联机模式 但还是吸取了前作的教训 加入了PSP装甲核心方程式前线的特点 让单机玩家可以组建自己的AI同伴 而奇葩是制作组把他们制作游戏时 使用的AI编辑套件给直接塞进了游戏 这造成的这一代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装甲核心游戏 连老社长神之力来玩都惊呼这是啥 完全看不懂 正如天书般复杂的行为数设计 你要玩精通真的不是普通人能胜任的 瓜哥当年看了后就有一个感觉 虽然我不懂但是大受震撼 审判人虽说各方面都比前作都有一些进步 但是仍然没有阻止项量持续下滑的颓势 之后系列就经历了长时间的冷冻处理 FromSoftware抱着新移摇钱树魂系列 也没空理这个过去玩意儿了 好在宫秦高 毕竟也算是从装甲核心项目组一步步走出来的 对系列还是有感情的 于是时隔多年亲自领头 初步制定了装甲核心6的制作方案 并指定小仓康敬为制作人 导演由三春优担任 终于时隔10年 2023年8月25日 系列重启作装甲核心6震撼来袭 装甲核心6现在很多人反映 画面过于绚丽 各种五颜六色的激光炮爆炸特效 搞得眼睛都快瞎了 严重影响了操作水平 但看瓜哥直播的粉丝们也知道 瓜哥除了个别boss外 基本是一路碾牙过去的 我为啥就没受那么大影响呢 其实也因为瓜哥搞了台新显示器 小时候老听专家说 年纪大了眼睛就长定型 实际就不会坏了 几次了谁拉稿 而这台名机莫比乌斯EX2710U 几乎具备了所有瓜哥看中的优点 不管是4K 144Hz的高标准参数 还是HDI的显示效果 对爱玩3A单机大作的瓜哥来说 真的是太合适了 画面饱满前富有张力 让你在观看游戏过场的时候 有一种坐在机甲里作战的视觉体验 144Hz的刷新率和其搭载的动态刷新率技术 不仅能减少近距离视角带来的眩晕感 还能有效消除激烈战斗时产生的画面撕裂和波动 普通的显示设备会让我们长时间游戏的重度玩家们 眼睛发色视觉模糊 尤其受不了屏幕上五颜六色太过于绚丽的画面 加上瓜哥还做视频和直播 对着屏幕的时间永远大于普通人 所以一台能保护眼镜的显示设备真的是太重要了 画质啥的我都不是定于需求 不让我瞎才是关键 然而明基墨比乌斯EX270U特有的低蓝光低频闪 和BI加智慧调光的护眼功能 让瓜哥从此告别了长时间游戏后眼睛发干发酸的问题 甚至内置桌面音箱的立体声都是1.1的 五种音效随意切换 完美适配3A大桌的视听需求 所以随说只有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 其实我们男人也要对自己好 一台好的显示器绝对能提升玩家拔刀的速度 专家核心6又又又又又搞了个新世界观 五个又没数错 讲述是在行星卢比孔 有一种名叫珊瑚的不稳定能源 此物质虽然具有远超核能的强大能量 但非常危险 甚至引发一起将行星表面吞噬的灾难 然而各家企业为了争夺这种强大的能源 还是不管3721干起来再说 组织作为个体呼应兵也参与到其中 本作也是多路线多结局 最少需要打三周目 才能对整个游戏的剧情框架有个清晰的了解 瓜哥选择是干掉卡拉 一周目用时20小时不到点 但Front Software的游戏里面都知道 个个都是谜语人 直播时我又经常和观众互动 我是看得云里雾里的 加上这作连剧情动画都比较少 很多时候靠几条讯息就打发玩家了 所以剧情上只能说是战时无可奉告 至于游戏本身 瓜哥坦言这游戏确实属于偏难的 瓜哥前面说碾压是为了装逼 实际上直播时常常会发生前脚刚装完逼 后脚马上被打脸的情形 瓜哥之所以说这游戏门槛高 并不是因为操作多么复杂多么难 而是很多BOSS需要你更换针对性部件才能打得过 这要求你对这个装配系统和各种武器有着很深的理解 不像以往魂系列 哪怕对系统不是很熟悉 只要翻滚的好 有很强的耐性总能过的 而撞甲核心的BOSS机动性强的一逼 招式还很繁多 半条血后还会改变打法 打起来非常消耗玩家们的体力和精力 瓜哥最多玩个三个小时 就会感觉明显精力跟不上啊 这在以往魂系列游戏里从来没有发生过 你想如果撞甲核心也跟魂系列一样 此人让你从篝火从头跑一次 那该有多么崩溃 所以就BOSS战强度来讲 撞甲核心确实比魂系列难很多 但好在普通流程对比起来就简单太多了 简直就像个奖励关卡 可以让大家调剂放松下 系统上本作可以说是进行了一词良心精简 去掉了历代中很多故意为难玩家的设定 像部件损坏 机体发热系统通通给你删了 也没啥AI行为逻辑让你设定 总在说没有以往系列那么多需要古岛封城的东西 容易上手了很多 也没了以往用心做CG 用脚做游戏的惯用套路 可以看得出入制作组把精力 全花在游戏战斗部分的打磨了 本作中的地图也堪称历代中最波澜壮阔的 很多场景设计都令人惊呼 粗看时感觉非常高大上 但是细看还是能发掘 Front Software的技术力和投入到装甲核心的资金明显还是不足 建筑物你说它是PS4初期水平 考虑到了刺子和沙漏地带 我都算是妹子良心说话了 但是在机甲上的打磨还是看得出制作组已经尽力了 专甲核心系列毕竟现在连三线IP都算不上 投入太多也不太现实 只不过随着攻击高明气越来越大 阿尔登法环的出圈让专甲核心也沾到了光 瓜哥哥能预计本周的销量可能会是历代最强 其MC88分也证明了游戏本身的质量确实不错 足足刷新的系列最高纪录十分之多 总在说如果你喜爱机甲 喜爱专业DIY打造机器人 而且手不残眼不花显示剂不差的 瓜哥是绝对推荐你尝试下盖游戏的 至于难度 其实网上有不少逃课打法 实在打不过去照操一下呗 那专甲核心系列视频就此完结了 如果还想看France Software其他作品的 也请多多点赞转发 瓜哥小伙伴们都记着 更新日程会一个个加入的 那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